Hello 大家好 我是Kami 上一段影片讲到一家4000尺的大型别墅 引起了一些朋友对在澳洲买地建楼的兴趣 建一间这么大的屋的确需要花费一定的建筑成本 因为现在澳洲的建筑价也比较高 有些朋友问到我 有没有一些性价比较高的区域 是可以自己建楼 空间不要太小 但金钱上的负担相对来说有没有那么大 要在墨尔本东南区稍为成熟的区域 买地建楼的总成本要在70-100万澳元之间 这样的独立屋 那么可能呢? 这位朋友你的要求的确不算少 我今天就带着你的要求 帮你找一个合适的区域 欢迎收看Loving Melbourne 今天我们就来到Berwick 这个是墨尔本东南区一个非常成熟的区 这个也是澳洲本地人买地建楼相当受欢迎的区域 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里生活的周边设施很成熟 但买地建楼 100万澳元以来澳市 里面建一个不太小的面积 还是可以做到的 提到Berwick的话 不可以不提的是它的学校 这里整个education hub 这样的 有28个学校 其中有几个学校是大家熟知的名校 例如Haleyberry Not so high Saint Margaret's and Bear with Grandma 还有传统大学和TAFE 尤其在Haleyberry College这个学校 历史十分之厉害 有130年的历史 真是可谓是一间老牌的名校 从Early Learning到Year 12的教育 都做到十分之出色 这个学校出来的学生 大学的升学率是很高的 以后我们都会有一期 特意讲一下澳洲的学校 让大家了解多些 那我们现在来讲一下Berwick的交通 如果从Berwick 要到墨尔本的City 可以通过M1 大概45分钟就可以到达 那可能有些朋友就说 哇这个距离会有点远 那其实在东南边Berwick 这个区附近的居民 多数都不是City上班的 墨尔本的东南区 有很多就业的机会 那还有很多个主要的大型的就业社区 那例如大家熟知的这个Monash Council 这个市政是包含了Clayton Glan Waverley等等的区域 这些区域已经是包含了 十几万个工作崗位 是仅次于墨尔本CBD的 第二大就业地区 那例如万治达的Head Office 都是在Monash Council 我自己也有朋友 是在Berwick居住 在Monash大学上班的 我个朋友就说 上班开车的话 其实都是二十几分钟而已 那他自己就会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 出行的时间长度来的 公共交通方面呢 是有Beaconsville Train Station 和Berwick Train Station 那所以呢 如果你说 你不想开车 你想要搭火车的话 那你也有两个火车站 可以选择的 那在购物方面 开车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到Fontangay Shopping Center 那这个呢 是属于Westfield旗下的一个Shopping Center 是一个大型的购物中心 简单来说 就是平时 逛街 看电影 吃饭 买衣服 全部都会去的一个地方 很热闹的一个购物区来的 那你说距离近一点点的话 有Edenruss Village Shopping Center 虽然呢 它的规模是没有Westfield那么大 但是呢 这里呢 就近 属于居民区的Shopping Center 里面呢 有Coast Audi 約房 有Anytime Fitness 还有外卖店 里面Landos 寿司店 Doughnut King Kabab 等等的 所以呢 基本的生活要求呢 是可以全部搞定了 平时呢 买菜啊 买药啊 去gym啊 或者是吃个外卖呢 那你都不用去太远了 在家附近都可以全部搞定了 在医疗方面呢 有Casey Hospital 和St.John of God Barrick Hospital 那Casey Hospital 是东南区这一带的大型公立医院来的 因为墨尔本的东南区呢 人口增长得很快 所以呢 在2020年的时候呢 Casey Hospital 是进行了13000平方米的加建 令医院呢 可以容纳更多的病人 以及有条件做更多的手术了 那其实我们上文所提到的 所有的infrastructure 包括学校 交通 医疗 購物 等等 都是现有的设施来的 已经是运营了很多年了 提到Barrick呢 順便都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边的一个熱門小区Minta 相信有了解过这个区域的朋友呢 也都已经听过这个名字了 那刚刚提过的 学校 交通 医疗 購物等等呢 都是在距离Minta 大概5到7分钟的一个车程 就可以到达的了 Minta呢 是由一个大型的土地发展商 Stokland 所规划建造的一个别墅楼盘来的 一共呢 是有1700块土地啦 那目前呢 是已经卖了超过80%了 整个土地呢 是会在未来的大概一年以内 规划放售出来 那刚刚提到的一些设施呢 都是一些现有的设施来的 未来的话呢 Barrick这边呢 会更加大兴土木 继续发展 在原有已经很完善的基础上呢 变成更加成熟 更加方便的区域 Minta这个楼盘呢 目前呢 到M1的入口呢 你只需要5分钟的车程而已 所以呢 出入Freeway呢 住在这里呢 就非常之方便了 那这个新的捷径呢 亦都是由政府规划 最新造出来的路哦 那现在呢 这个屋苑呢 在这里修建第二条新的路哦 这条路呢 修建好之后呢 出入高速后呢 会更加缩短到2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达了 提供给大家更加便利的出行方式 那预计这条新的路呢 2023年中呢 就会落成的了 在这个盘的对面呢 是已经在这里規划中新的球场啦 新的公立小学啦 新的town center啦 还有社区活动中心呢 那而且呢 他们还在这里规划中一个 business hub 商业园区哦 将来呢 是会提供一万一千个工作机会的 那通常呢 澳洲的 business hub 里面呢 是会包括了 office 区啦 購物的零售区啦 超级市场啦 社区医疗中心啦 和 child care 等等的 那这个是会令附近的居民生活呢 更加方便和多样化的 亦都促进了地区的这个就业 那所以呢 通常呢 政府呢都会非常之欢迎 和鼓励这样的规划的 而Minta 的社区内部呢 是全住宅型的别墅小区来的 那所以呢 屋苑以内呢 是没有学校和购物中心的 那就不会有外部的人员啦 那整个小区呢 就会是非常之安全和安静的 那你试想下 路过的人都是你的隔离鱼舍 路过的这个车辆呢 都是回家的 那一家人呢 如果你带着小朋友在这里居住的话 是不是会觉得特别安心呢 Minta 的入口呢 是有个2.5ha的公园面积的 那里面呢 有小朋友的游乐设施啦 那它共计的 Open Space 的空间呢 一共是有30ha的 包括了大型的公园啦 和这个Lay Park 那是给大家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啦 那其实到目前为止呢 Minta 80%的土地呢 都已经卖了的了 Barrick呢 因为是一个比较传统有成熟的区 那所以区域之内呢 是没有什么可以开发的用地的 如果你现在想看Minta 这个区买新楼的话呢 那现在 或者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来的 现在在买的部分呢 也是比较靠近未来的 Business Hub 和 Shopping Center 所以呢 有兴趣了解的朋友呢 想买House & Land 可以过来咨询一下我们的详情的喔 那其实在Barrick呢 100万楼下呢 可以买到全新的独立别墅 可以选择地块建一间自己的Dream House 生活周边又成熟又方便啦 虽然楼价呢 不可以和几百万澳子的豪宅相比 但是呢 因为呢 这个区有众多的名校 所以这里呢 是多次被称为隐藏的贵族区域的 在这里买的楼呢 也是相当划算的 相比是一些非常之以满的唐人区啦 那这里呢 可以说是用低于半价的价格 去买个全新的Forella Home 有朋友呢 Cemi 你把这里说得这么好 那难道这里就没有任何缺点啊 那我觉得呢 其实呢 买楼呢 这些是不可以叫做优点或者缺点的 的 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楼 只能适合自己的楼 而已 Barrick来市中心呢 距离呢 的确是比较远的 大概45公里的行车距离 所以呢 如果你在City呢 是有稳定的工作的话呢 那你可能要慎重考虑了 要将每天上班、下班的时间 都考虑进去 但是如果你手上 储多了一点点钱 想投资的话呢 前期投资 后期用来养老 或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的 今期呢 那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支持一下 subscribe to我们的channel 和记得给个like 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我们下一集的内容啦 下一期呢 那我们会说到 Housen的优势和劣势 购买的成本 和适合怎么样的人群 那如果大家对今集的内容 有任何问题呢 都可以随时在下面留言给我们 有兴趣了解澳洲地产的朋友呢 那我们的联络方式呢 都已经是留在介绍区的了 下一集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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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